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市长打日本人是毫不含糊的 但作为军人 他也得服从命令去消灭新四军 陈市长不会想到 他在这次战斗中的杰出表现 将直接影响到他的七年后的抉择 甚至还会影响到他今后的生活 四十师隶属于二十五军 在二十五军军长频繁更替之后 陈市长于一九四四年一月迎来了一位新上司 他就是黄百涛 陈市长并不歧视这位杂牌军 出身的将军 并且还在黄百涛的领导下 克尽之手 逢战必先 狠得黄的赏识 没想到中央军出来的将军这么没有架子 而且还很听话 实在难得 于是黄百涛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的时候 把二十五军军长的位子交给了陈市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在淮海战役的碾庄战役中 国民党十万大军战至最后 兵团司令官黄百涛自杀 四个军长一死一被俘 两个军长逃出战场 第七兵团在碾庄全军覆灭 当然二十五军也不可能幸免 陈市长考虑到自己在晚南事变时的经历 他不会选择起义 更不愿意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于是他决定化妆逃回国统区 陈市长是突围将领中比较顺利的一位 他装扮的角色是农民 由于陈市长出生农民家庭 从小就跟着父母在田里插秧 手上腿上老捡不少 自己长得也像个农民 这就给他突围创造了条件 此外他也不想其他将领那么娇身惯雅 比如有的戴着高级手指 有的戴着金丝眼镜 有的戴着雪茄手柄 陈市长倒干粹 只戴着一小袋干粮 然后配干大烟枪 掏着河北口音 一路南下 铁放军虽然对漏网的国民党将军盘查严密 却硬是没发现这个老奴民竟然是个中将军长 陈市长逃出来以后 一路无阻 顺利地跑到了外围 谁之一进入国军第八军防地 反而被搜查部队捉住了 他仔细打听才知是国军第八军防地 是自己人 马上说 我是军长 搜查部队的人一听 立马来了精神 以为他是解放军军长 立即把他抓去请供 当时的国军第八军军长是周开成 搜查部队的人 把陈市长押到周开成面前 周开成吓了一跳 忙说 你们怎么把二十五军军长给抓来了 赶紧松吧 搜查部队的人这才明白他们抓住的 不是解放军军长 而是国军军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